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巴黎奥运会第13天 澳大利亚对正全力冲字,力图刷新历史 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奥运代表团之一 特别是在女子时宫里马拉松游泳比赛中 我们的选手将在塞纳河上与世界顶尖对手一决高下 展现无比坚韧的精神和过人技术 从游泳池到田径场,从自行车赛道到体操馆 每一个角落都期待澳大利亚运动员们的闪耀时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选手们迎向巴黎奥运第13天 巴黎的塞纳河畔、陈光细微 澳大利亚的女子时宫里马拉松游泳选手们 已经开始热身,准备迎接一场关乎荣誉的战役 第13天,这个平凡的日子将成为澳大利亚奥运史上 可能改写历史的关键时刻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记者紧盯着这场比赛 透过镜头和笔尖 向全国报道这场赛事的每一刻精彩 奥运梦想的追逐 今年的巴黎奥运会 澳大利亚队无疑是耀眼的明星之一 从游泳池的飞鱼到田径场上的飞人 从自行车赛道的狂飙到体操馆的优雅 每一个赛场都能看到澳大利亚运动员们 奋力拼搏的身影 马拉松游泳项目尤其引人注目 不仅因为它的难度 更因为这是一场耐力与抑制的双重考验 塞纳河上的马拉松 在女子时宫里马拉松游泳比赛中 澳大利亚选手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对手一较高下 这条塞纳河的赛道蜿蜒曲折 水流时而湍急 时而平静 令选手们须时刻保持警惕 澳大利亚代表队中的选手 对这场赛事充满了期待和决心 他们知道自己的每一滴汗水和每一分努力 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马拉松游泳并非意识 选手们在这场比赛中 不仅要克服体能上的极限 还需在紧张的比赛节奏中 保持冷静与专注 澳大利亚选手们深知这一点 他们在赛前的训练中 已经进行了无数次的模拟比赛 为的就是在这一刻能够发挥出最佳状态 教练团队反复强调着精神力量的重要性 只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才能在这场选拔中脱颖而出 激动人心的比赛现场 随着比赛的开始 选手们如同离弦之剑 飞速冲向河面 比赛过程中 澳大利亚选手们展现出了超强的竞争力 他们不断突破自我 向前迈进 水花四镜间 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心中对胜路的渴望 数百名观众在河岸边聚集 他们的加油声此起彼伏 为选手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媒体的关注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对这场赛事 给予了高度关注 现场的记者们忙碌地进行着实况报道 他们不仅记录着比赛的每一个瞬间 还采访了选手们的家人和教练 从多角度展示了这场比赛的背后故事 透过媒体的镜头 全国观众都能够感受到 比赛的紧张与刺激 并在心中默默为选手们加油 胜利的时刻 经过激烈的角逐 澳大利亚选手 以出色的表现 夺得了女子时公里马拉松游泳的奖牌 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选手们在赛后难掩激动的心情 热泪盈眶 这一刻不仅是他们个人努力的见证 也是全队的荣耀 教练和队友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共同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历史的书写 这场比赛的胜利 为澳大利亚队 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再添光彩 使得他们在奖牌榜上的地位更加稳固 这一刻 澳大利亚的运动员们明白 自己的努力和汗水没有白费 他们为国家争光 为自己赢得了荣誉 这也是澳大利亚体育精神的一种体现 永不放弃 勇敢追梦 未来的展望 巴黎奥运会的第13天 将永远被记录在澳大利亚的奥运历史中 这一天 不仅见证了选手们的奋斗和胜利 更激励了无数年轻运动员 追逐梦想的热情 未来 澳大利亚的体育事业 将迎来更多精彩的时刻 运动员们将继续在赛场上 书写新的传奇 总结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进行 澳大利亚队在各个项目中 不断创造佳绩 展现出强大的实力和决心 女子时宫里马拉松游泳比赛的胜利 是澳大利亚选手们 辛勤训练和不懈努力的结果 也是对他们坚持梦想的最好回报 让我们期待接下来的比赛 为澳大利亚运动员们加油助威 见证更多辉煌时刻的诞生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随着巴黎奥运会进入第13天 澳大利亚队的运动员们 正全力以赴 力求在这届奥运会上创造历史 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奥运代表团之一 这个愿景背后 不仅仅是对奖牌的追求 更是对全国运动精神和整体实力的展示 奥运会是全球最高水平的体育赛事 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运动员 对于澳大利亚这样一个 以运动强国著称的国家来说 每届奥运会都是展示实力的舞台 在以往的奥运会中 澳大利亚队一直表现出色 尤其在游泳、自行车和田径等项目中 屡获佳绩 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中 澳大利亚队的战略和准备工作 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确保最佳状态 运动员们经历了长时间的训练 和比赛经验的积累 从游泳池到田径场 从自行车赛道到体操馆 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比赛 和令人难忘的瞬间 特别是在女子时公里 马拉松游泳比赛中 澳大利亚的选手们 将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对手 展开一场激烈的角逐 这项比赛 不仅考验运动员的体能和技术 更需要他们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 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这样的赛事 对于运动员的耐力 战术和心理素质 都是极大的考验 除了游泳项目 澳大利亚队在其他项目中的表现 同样值得期待 在田径赛场上 澳大利亚运动员 在短跑 跳远等项目中 也具有竞争力 自行车赛道上 澳大利亚选手 一向以速度和耐力见长 这届奥运会将是他们再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体操项目中 澳大利亚选手的灵活性和创造力 也将成为赛场上的亮点 整体来看 澳大利亚队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目标 不仅是增加奖牌数 更是全方位展示国家的体育实力 和运动员的精神风貌 每一名参赛选手的努力和汗水 不仅是为了个人荣誉 更多的是为了国家的荣誉和骄傲 随着比赛的推进 澳大利亚运动员们的表现 将会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 他们的每一次拼搏 每一次突破 都是对澳大利亚体育精神的最佳诠释 让我们一起关注 巴黎奥运会第13天的精彩比赛 为澳大利亚的运动员们加油助威 期待他们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创造更多的辉煌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要为大家阐述的是 澳大利亚运动员 在巴黎奥运会第13天的比赛中 将创造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成绩 你知道吗 在历史上 澳大利亚曾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 创造了惊人的成绩 这次他们有望超越那个记录 从游泳到田径 从自行车到体操 澳大利亚的运动员们 正在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实力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 好像澳大利亚已经赢得了所有的金牌似的 别忘了 这可是奥运会 不是澳大利亚的家庭运动会 你提到悉尼奥运会 那可是他们的主场优势 这次在巴黎 他们可是要跟来自全世界的顶尖选手一较高下的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赢的 谢琪琪 这你就小看澳大利亚的实力了 你知道吗 澳大利亚在游泳项目上可是世界顶尖 在2008年 北京奥运会上 澳大利亚游泳队可是拿下了14块奖牌 其中6块是金牌 这次的女子10公里马拉松游泳比赛 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夺冠 再说了 澳大利亚的体操选手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也表现出色 这次奥运会他们一定能够再创佳击 楚天书 你的乐观真让人佩服 可是 光有历史成绩就能保证现在的胜利吗 看看美国 他们可是每届奥运会的长胜将军 而中国和俄罗斯在各个项目上也不容小觑 不要忘了 还有日本这个黑马 他们在最近几届奥运会上的崛起可是有目共睹 澳大利亚想要在这么多强敌中脱颖而出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谢琪琪 难道你忘了勇者无惧这句话吗 澳大利亚运动员们正是以这种精气神在赛场上拼搏 他们训练有素 准备充分 而且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有人说奥运会是一场意志力的比拼 澳大利亚运动员的顽强精神完全 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证明自己 再说 他们可是有着广大国内观众的支持和期望 这种力量不容小觑 哈哈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澳大利亚是超人一样 现实可不会因为精神力量就大开绿灯 比赛靠的是实力和战术 澳大利亚固然有过人的实力 但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也不是吃素的 再说了 运动场上变数多 谁也不能保证谁一定能赢 你说的心理素质强大 确实很重要 可是要是面对对手的强大压力 这些心理素质能不能顶住还是个未知数呢 第三轮结束 我们的辩论也接近尾声了 期待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继续关注巴黎奥运会的精彩比赛 看看澳大利亚运动员是否能够如楚天书所说创造历史 加油澳大利亚 加油全世界的运动员们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谈谈澳大利亚在巴黎奥运会上第13天的精彩表现吧 让我们用一种生动幽默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重要的日子 首先澳大利亚队的运动员们一大早就冲进塞纳河 准备参加女子十公里马拉松游泳比赛 嘿谁说只有陆地马拉松游泳也可以来个水上马拉松吗 想象一下这些运动员们像鱼儿一样在水中穿梭 目标只有一个把金牌带回家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 为什么澳大利亚队会在第13天这么拼命呢 原来他们正努力向历史上的最成功奥运代表团目标进军 为了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从游泳池到田径场 从自行车赛道到体操馆 澳大利亚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在用尽全力为祖国争光 他们的精神和毅力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为之喝彩 特别是在塞纳河的女子十公里马拉松游泳比赛中 澳大利亚的选手们将面临来自世界各地的强劲对手 你可能不知道这项比赛不仅需要运动员具备超强的体能和技术 还要求他们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力和顽强的精神 就像一场水上马拉松战争 只有那些真正的水中战士才能在这场比拼中脱颖而出 这场比赛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 既是一场大考验也是一次大机会 每一滴汗水每一克努力都是他们争取胜利的关键 无论结果如何 他们的拼搏精神和不屈斗志已经为他们赢得了掌声和尊重 所以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关注巴黎奥运会第13天的比赛 为澳大利亚的运动员们加油助威吧 他们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而战 更是在为国家争光 在历史的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谁知道呢 也许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会见证更多的奇迹和荣耀 总的来说澳大利亚队在巴黎奥运会第13天的表现 无疑让人期待 他们的努力和拼搏不仅代表了体育竞技的最高水准 也展现了人类挑战自我不断超越的精神 无论结果如何 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心中赢得了金牌 所以为了那些在塞纳河中奋力拼搏的运动员们 为了那些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选手们 让我们一起高呼 加油澳大利亚队 你们是最棒的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